請那個我們國防部跟海軍司令 那個副部長 是 委員好 我要點出的一點就是說啦 我認為像這種會議啊 如果真的要詢問 關於我們這次物色的飛彈事件 你們認不認為應該要開的是秘密會議 我們基本上基於這個國家安全 我們當然希望開一些機密會議 但是委員會的指導如果認為 國人有要求的必要我們也可以做 但是我們會謹守該機密的保護的作為 對 因為我們今天最主要是 反恐怖行動法的草案 結果變成這樣子 那我認為啦 有很多的國防的機密 基於國家的安全 基於國防的需要 我認為啊 像這一種 我認為你們喔 不該打的就不要打 是 不然齁 不然齁 我覺得 你記不記得 之前國軍阿帕基飛機 齁 大家就在講 那儀錶板到底算不算洩密 算不算什麼 大家應該都記憶猶新啦 結果今天大家問了很多 齁這個 我認為啦 這次飛彈的物色當然是有非常不可原諒 我個人也認為非常不可原諒 一個國軍的軍紀可以到這種地步 我認為非常不可原諒 但我覺得檢討的方式 不應該是這樣子 齁 這樣子 其實會把國軍 更多的機密 讓大家知道 要真正檢討的地方 沒有檢討到 我不知道副部長你的看法 我認同那個委員的看法啦 但是因為這個 我們也有兩難之處就是說 讓人民知道怎麼回事 跟保守機密的 我知道啦 我們會盡量 盡量把兩邊都兼顧好了 但如果問我們單純 我們當然希望 完全按照委員的意思來做啦 其實啊 你說啊 這個 反恐 跟這個 就像我剛剛舉例